通过排序是帮助孩子学习颜色的一种方法 您所需要的只是几个不同颜色的小物体 请确保每个颜色都有一些 您可以对孩子说 让我们把颜色排序 我们将所有的绿色部分归为一组 把所有的红色部分归为一组 把所有的蓝色部分归为另外一组 您可以先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其中一种颜色 然后他们可以尝试对其他颜色进行排序 您可以使用任何小物体进行此活动 例如大理石、花朵、或者蜡笔 按颜色排序将有助于改善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 不信任何小物体进行排序 您可以取得到śli天下 您可以做一个小物体进行排序 您可以测试一下 您可以放下一个小物体进行排序